大家好,欧零五四年6月28号以后是要进入史册的 这个日子是很有意思,就是昨儿个周五 习近平在周五这一天干了好几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干了好几件名垂青史的事情 也干了好几件很奇怪的事情 今天跟大家再说一说 昨天说了一期了 说习近平在6月28号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吓死个人 真的一个残酷的时代到了 其实还有两件事情也是在这一天发生的 我们都知道两个国防部长 魏丰和李尚佛正式被逮了 他开除党籍,完了以后呢,这个送交军事法庭 是吧 但是你肯定没有忘记,当时和这个李尚佛国防部长一起同事被拿掉这个国务委员职务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外交部长李秦刚啊,帅哥秦刚 到现在为止,秦刚的这个趋向不明,是死是活啊,没有人知道 但是他目前呢,还是中共的党员,而且还是中央委员,没有开除了 但是呢,你也没给他一说吧 你既然是跟李尚佛同一天被习主席拿掉了国务委员的职务 为什么李尚佛都进了这个军事法庭呢 秦刚啥事没有呢 秦刚人呢,在哪呢,是不是 说这个在6月28号,北京这边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一个会议啊 就是正是向某一个级别的人通报说秦刚呢,已经因病去世了 因病去世了以后呢,就没有没有必要再处理了嘛 那你因病去世,你得跟个说嘛呀 说这个事情呢,影响太大 说李克强作为国务委员总理,突然就报死 这个事情全球震惊 如果你这时候还向外界放你,国务委员秦刚也突然就这么年轻就死了 那真是说不过去啊 所以呢,习包子呢,就强力对这个事情就冷处理啊 完了以后呢,不说 你既不说秦刚已经死了,也不说秦刚没死 也不说秦刚后续怎么处理,没说吧 完了以后,智慧了这个高层的几个人 大概就是政治局委员这个级别的人嘛 就智慧了一下 唉,这个事情呢,就做的就太不体面了是不是 优势,就是身要见人,死要见尸,你得有个说嘛呗 说习包子呢,也是北京这边的说法就是他已经急了,你知道吗 因为他当他宣布对这个魏丰河尤其是对这个李商福要开除党籍 要这个是抓起来,要送军事法庭的时候 所有人都会问到一个问题 同一天和他同事被拨,被拨到国务委员职务的秦刚,人在哪里呢? 为什么不处分他呢?难道他有什么什么皇亲国戚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的情况吗? 他没有道理的嘛 所以就是他急了,他已经不管这个事情的体系了 如此明显的川帮,他都不管了,习包子真的急了,为什么呢? 北京这边的人就说现在习近平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他说实话 没有一个人就是能够在他的面前劝劝他 包括这个李强,包括这个蔡奇都不敢在他身边说一句实话 一说的不好听就被骂,随时都有可能掉脑袋 北京这两天还说这个李强这个人呢,以后要死的很惨的 如果他能支去的,在干了五年的总理之后啊 赶紧就退休就滚回去,让别人来干,估计还有个好下场 如果五年以后他还想继续干的话,连任的话,他死定了 说这个习包子,2020年到2023年的所谓的这个封城,所谓的这个动态清零 这个计划,本来习包子是要继续干下去的 为什么突然就叫停了呢?北京这边船都是李克强起到很大的作用 错,李克强在习包子面前标点包括都没暖用 是不是,是李强,当时他还是个上海市市委书记 上海市这边的搞这个封城市搞的最残酷的 三四个月,上海市北京是中国第一大都市 所以这个李强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区吗?知道这个事情的破坏性有多大 知道这个动态清零呢?对中国的经济的上海有多大 就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去到北京 就是给习主席就是跪地就提出建议 赶紧把这个动态清零的这个事给停下来 没想到习主席当时答应了 所以突然之间就停了,是李强发挥的作用 但是然而这个事情的话 当时李强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是认为呢,再不搞,经济就来不及了 是不是,中国的经济遭遇重创 现在搞还来得及 结果停了以后 东台清零停了以后 也没什么效果,经济继续高速下滑 说当时习近平为什么临时选择李强做国务院的总理 并不是之前他的决定 不是,他是觉得李强应该是有办法的 让他做总理搞一搞 结果呢也没搞起来 所以现在啊,习近平没有一个人敢跟他说话 他们都现在都自身不保 秦刚的事情漏洞太大了,你得给个说法 说这是2024年628号 西包子干的一件特别奇葩的事情 通报了这个秦刚的趋向 说已经因病去世 因为把他拿掉了,抑郁成绩,因病去世 估计就是西包子的人马把他给打死了 是吧 这样子是强行进行能处理 把他要求呢 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呢 要顾全大局 把这个申请的事情呢,要把他挡过去 让时间来处理,是这么一个说法啊 说要时间来处理秦刚的事情,不管 所以现在整个中共中央的那些个政治局的委员呢 一个一个的都感觉到大难民投 因为秦刚可以这样死,每个人都可以这样死 这是典型的大难民投的标志 另外第二件事情呢,也是发生在土工国的 昨天发生的两件事情 其实就是一件事情 说在湖南的这个湘潭 湘潭是什么地方 湘潭是毛泽东的故乡啊 毛泽东的故乡是韶山 但是韶山是属于这个湘潭县 韶山冲是吧 是湘潭县 现在湘潭市下面的一个小地方 一个小小小小村庄小韶山 这么一个地方 说湖南湘潭的好几条街道啊 流淌着跟鲜血一样的水 它也不是洪水 下雨的确是下雨了 但是那个水是雪红色的 跟血一模一样 吓死宝宝,吓死人了 所有人都在那里吓得是仓皇而逃 就感觉到要出大事 所以为什么会水是红色的呢 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 说是自来水什么什么什么氧化 什么导致什么什么东西 但是这个可不是自来水 这是整个长沙 长沙地区 包括湘潭、诸州这些个地区 都在是狂风暴雨 这个所有的城市都被洪水淹没 但是每次的水都是黄的 泥沙俱下嘛 结果没想到这次的水是雪水 洪水 这个圣经里面有说法的 如果河流里面的水 水变红 那是有大灾难的 依靠一个旗 说当年的这个李自成起义之前 也是有这个什么有雪水 雪光之灾 雪光之灾 是不是 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 完了无独有偶 说这个北京这边也下雨 北京顺义这边的几条街道和这个那些个极脚干辣的河流 也是流淌着这个汹涌的像雪一样的水 这个水从哪里来的不知道 所以这些个消息就不吉祥嘛 然后就报到中南海了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说这个蔡奇下令了要查 是不是有人故意把这个水搞成雪红色的 给习主席这个什么 诅咒习主席 诅咒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灾难 反正不知道啊 的确有这样的情况 有图有真相有视频啊 北京湘谈 湖南的湘谈 北京的顺义 看上去好像是有人故意子做的这么一个局啊 因为这两个地方同时都出现 湖南湘谈是毛泽东的故乡 北京顺义的北京是习主席做真的地方 是不是 这两个地方全部都有血水 说明老天爷要发脾气了吗 要把细胞子收走吗 总而言之 然而总之啊 就第一件事情的秦刚 以及内部通报死亡 这个事情让所有的中共高层 一个一个的都都都文之而四变 感觉到下一个要被搞死的就是自己 这是典型的这个大难民投的前兆 完了以后 湖南湘谈 北京顺义整个街道 几条街道 河流全部都是血红色的水 这是中国大灾难最明显的征兆 咱也不要搞这些个所谓的神神秘秘的事情啊 就觉得这个皮包子这么搞下去啊 他真的是坏了大量的规矩了 所有人都招不保戏 没有规矩 就他一个人说了算 这个国家 不管有没有血水 不管这个秦刚是怎么死的 这个国家一定大难民投 那是毫无疑问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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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